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也在小萤幕上亮过像 长这样 哦 如果用大萤幕上看 这样会吓坏小孩吧 还好经过时间的催炼 巴克里变好看了 看起来也可口许多 而动物城市本来就是这个题材 你看看冰原历险记 都拍到外太空了 还冰原历险呢 当然 一开始影响作者的是 迪士尼米老鼠 这个原主动物家族 导演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拟人化的动物种类 来传递各式各样有趣的故事 并且他说 所谓的寓教娱乐 就是先让观众开心的 自然就会去接受 影片中想要传递的正能量 而这也成了在他心中一份 有意义的使命感 故事简介 主角余都是一位平凡的小孩 他就跟一般小孩那样 讨厌被规划 每天要这样 要那样 就连毕业旅行也是很知识化 让人受不了 某日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让他开始指引 命运 于是余都他逃离了家 坐上了火车 在他听闻终点站到达时 才警觉自己 睡过头了 就这样到了动物的国度里 此时会让观众有一种 频道突然切换到 动物方程式的错误感 而主角余都 也跟观众朋友们一样惊讶 但是 惊讶并不能带他回家 于是只能到城市中去探索 整个城市都是各种动物 但是领导动物成的居然是人类 余都要寻求能够回家的方式 小毛巴克里热心的引荐余都 去寻找这位动物界的领导人 也就是传说中的 猪大人 就在此时 他得知 这个动物世界里面临一种恐怖的威胁 所有动物一到了夜晚 就必须袭灯躲起来 而风筝衣就会被怪物抓走 而猪大人会运用法力 并且聘请强壮的黑熊 来当将军 保卫城市 看似完整的都市运转模式中 却暗藏着 不可告人的阴谋 随着黑熊将军被偷袭后 余都与巴克里 明察暗访下 一件件的真相 才逐渐浮现出台面 究竟这个看似完美的乌托邦 骨子里卖的是什么药 余都与巴克里 是否能够顺利的击退怪物 重建家园 而胸豹的虎姑婆 又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 这精彩有趣的动物世界大冒险的结局 就让观众去品尝吧 以下内容 有比较深入的讲到剧情 会稍微的剧透 很介意的朋友 可以看完电影再看哦 电影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模式 当世界上动物比人多 人类是极少数的情况下 人类该如何自处 聪明的人 当然还是会想要爬到动物的头上 不甘愿被当成弱势 更不可能被动物所支配 所以就如同猪大人那样 但是 力量不及动物的人类 他必须要想出一些花招 来运动这些单纯的动物 才有办法掌控他们 而我们一般人就会像是鱼都那样 单纯的就想要跟这些可爱的动物友好 与他们和平共处 而古姑婆因为人类的关系 失去了小孩 所以痛恨着人类 刚好遇到这位误闯动物界的小孩 两人也产生出很奇妙的化学变化 也抚慰了彼此心中 空缺的那一角 而巴克里是一位单纯善良 平易近人乐观的角色 虽然弱小 但却很勇敢 知道自己做错事情时 也会积极去挽救与弥补 而本片的寓意就是动物之间的平等相处 与自然界的和平共处 较为可惜的是 以剧情来说 比较简单 同趣一些 没有太大的悬念 与意料不到的转折 为什么主角鱼都会到动物的世界 是做梦还是有特殊的方式 剧中没有交代 如果可以更用心地刻画动物世界 与现实世界的连接点 以及共鸣处 我想整个故事会更有厚度 比如说巴克里是鱼都养的猫 但是在人间只是粉红的猫 要鱼都到动物王国 解决敌人的老梗也行 不是就搭上了火车 所以到了终点站 就到了动物的王国 这样真的有些太容易了 当然 故事的严谨度 与逻辑性 要拿迪士尼或是皮克斯的标准来衡量 似乎过分了一点 但是相信有你我的支持 台湾的动画电影 才会更迈进世界的脚步 你说是吧 俗话说的好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片商送了很多小礼品 让人觉得很惊喜 虽然不是说台湾做的动画 就一定要大家支持 这才是爱台湾 但是片中你可以看到很多本土文化的细节 在影片中 大致整个台南市 火车站 街道 巷弄 小致地方小吃 甚至连看面向的摊位都有 只不过是看狗的面向 呵呵 所以 这是片中令人兴奋的小细节 可可夜走会 成功地描绘出墨西哥小镇的民俗 那小猫巴克里 也成功地刻画 台湾纯朴小镇的生态 也不免会让台湾的观众 对于这部电影 有更多的共鸣与认同感 因为导演是台南小孩 所以他选择把乡镇纯朴的感觉 放入电影中 而本片也是本土原创 原汁原味的台湾动画 小猫巴克里 也走向国际 电影卖出30个国家的版权 当然 导演也希望 小猫巴克里 能够成为台湾的动画代表人物 日本有夺来A梦 美国有米老鼠 而台湾未来 有什么 希望到时人人口中都是说 小猫巴克里 身为一个猫奴的我 当然是全力的支持哦 而你还在等什么 快带小朋友去看 就算是邻居的小孩 也没有关系 当然 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原创动画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要好的技术外 耐心与成本的种种考量 都是无比艰辛的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到戏院中支持哦 那不仅是街景很有台湾味 就连剧情探讨的点 也讽刺了台湾的一些社会议题 狠批了怪力乱神的神棍 与是非不分 狼虫的信徒 而动物象征了 善良与淳朴 自私的人类 扮演着双头蛇 一方面制造恐怖 一方面又假惺惺的 要帮助动物 抵御恐怖 进而提升自己在动物界的需要度 两面手法也奉制了政客的手法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表演的是骗子 看戏的是傻子 到底是骗子高明 还是傻子太单纯 当不高明的骗子 放上太单纯的动物们 就是小猫巴克里这部电影的主轴 而误闯动物界的人类小孩鱼都 他就是用单纯 用正义的心 发现猪大人的阴谋 并且与巴克里 一起解救狐姑婆 打击猪大人的有趣故事 为什么救的不是公主 而是狐姑婆啊 在动物造型上的设计 也是蛮可爱顺眼的 尤其黑熊张区与虎姑婆的造型 我都蛮喜欢的 总之 动画的细绿度虽然没有超音感美 但是小猫巴克里 也有不俗的表现 真的也是值得带小朋友 去电影院支持的好片 深入前出富有寓意 喜欢看动画片的大朋友与小朋友 千万别错过哦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留言讨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想知道 关于本频道的更多动态 FB的粉丝业逛逛 还有证票活动可以参加哦 或是到频道中的社群里 观看其他电影的短心得哦 我们下次见